明星的意外死亡,他滑倒撞鱼刚被玻璃插入,他被男友脸65刀身亡 明星的意外死亡,他滑倒撞鱼刚被玻璃插入,他被男友脸65刀身亡 搞笑八卦节!2019年3月2日20点50分28秒 生老病死是人类都要经历的一个生命的过程,但是如果是出现了意外的话,就不知道哪个瞬间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时光 今天小编带领大家谈点一下,意外死亡的几位明星,都是如花一般的年纪,实在是令人可惜 说到潘兴奕这个名字,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,但是说到金粉饰家当中所饰演的配角三一太,可能能够想起这个演员了 那时候的潘兴奕刚刚的在娱乐圈里展露头角,事业也稳步的发展,没想到在27会这一年却遇到了意外 当时的她只是在家中不小心滑倒了,不巧碰到了鱼缸,结果鱼缸破裂,玻璃正好插入了她的大动漫 还有一位就不是意外了,而是被人恶意的害,女方的名字叫做李恩美,是韩国的一位女歌手 据说是因为和男友分手,结果男方想不开,在大街上连李恩美65刀,等到送到医院以后,已经流血过多巨事了 男友也因此被判刑,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,奉劝年轻的男友谈恋爱要小心了 还有一位是在录制了综艺节目中,因为和嘉宾一起吃长条年糕,结果造成了悲剧 这位演员也是韩国的,名字叫做张郑震,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名侦探柯南的配音 所以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还真的不低,但是被年糕腔住当场不能呼吸而死亡,也是有点匪夷所思了 原来明星的职业还隐藏了那么多的隐患,不知道算不算是工伤了 小编认为这是最悲催的一个代表 小编认为这是最悲催的一个代表 曾经05年的时候参加了超级女生成都赛区的比赛,还获得了不错的成绩,所以一时颇有名气的 但是为了变得更美,不惜花大钱整容,最后死在手术台上